今天我要介绍的这辆车是全世界多包单 后车系操场 甚至它的二手架比新车还要贵的车 你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它卖那么贵 可是却又那么的好卖 而今天它就来了 Suzuki 经理 我们都知道K-Car 是日本独有的汽车文化啦 那算是为当地人民开发的一个特别车种 那在日本K-Car 也有人名的家用车 有人名的跑车 甚至有人名的敞逢车 而Suzuki 经理 它就是当地人民的吉普车 在经历了50年的演变过后 这个日本人民的吉普车 终于来到了第四代车型 而这回Suzuki 还为第四代车型注入了时贸的元素 让它不只有功能 还成为了潮流的icon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一代的Gimini 整个外形就是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funky 又带一丝复古 然后还注入了许多前代车型的设计元素 那我觉得这个一眼看就是Kawaii的感觉 而且原厂还导入了许多现代化的配备 像是这个标准的LED头灯 而且它的这个头灯有一个蛮贴心的 就是它有这个Headlight Washer 也就是喷嘴设计啦 我觉得开去爬山最适合了 那我过的Gimini 是这个所谓的国际版 也就是Gimini Sierra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轮拱这边 有这个黑色护板 宽体设计 看起来是更加的阳刚 轮圈方面是一个15寸的轮圈 而这台车它的身高是一个1720mm 也就是说高过我一个4cm这样子 那这个方正的造型 我觉得估计里面的内部的头部空间应该会很好 但在这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车尾部分 来到车尾的部分就一个字 Baby G 看起来就很像Mercedes 大 G 啊 开下的这个尾箱 我很喜欢这个这样子 这个尾门开启方式 让我想起了我的根拿瑞 而且还有液压感哦 挺方便的 那这个尾箱容量 其实就有85公升啊 大家这是一台K-Card 就不要记忆那么多 我注意到它还有这个 有一个隐藏格的设计挺可爱的 但是如果把这个后排的座椅进一步放到的话 它有两端式的调整 尾箱的容量就进一步提升到377公升 而且它是一个平板 Plasic 的板 非常适合户外活动 这真的是为户外而生的一台越野车 坐上去 哇 我168cm 的身高 都可以轻松驾驭 首先在这之前我发现到这台车 它竟然没有 Keyless 它还是用锁匙来启动引擎的 满满的机械感啊 来到内装部分 首先这个中工台也是让我想起了大具 就真的是整个吉普车是一样 然后很粗犷的感觉 不过全部都是 Hard Plastic 啦 so yeah ok 那我很喜欢它的这些设计 除了让我想起了越野 让我想起了所有的风格以外 还有 有这个复古的元素 就整个真的是看起来 虽然说 质感不怎么样 但是 视觉上它的这个质感是有的 就看起来很精致的感觉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 传统的指针表设计 非常的有Feel 但是 现代化元素还是有的 首先我们就看到中间这个 电子恒温空调系统 这个是和 Suzuki Swift 一样的 然后上方还有这个 Tensiki 悬浮式的7寸触屏主机 而且它还支援 Apple CarPlay 哦 便利性还是有的 下方还有这个 四个钢琴键的设计啦 然后其实这辆车呢 是这个电动车窗来的 还蛮特别的 然后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徒步缓降以及 Traction Control 的开关 这个排档杆的设计 其实还蛮旧手的 然后后面就是这台车的重点 那就是它的机械式 4G系统的控制杆 然后还有非常有感觉的 手杀 在现代化配备部分 除了这个 Touch Screen 的主机以外 还有这个多功能方向盘啊 这车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了 我觉得它连这个倒退的 Reverse Camera 和 Reverse Sensor 都没有 所以我退车的时候 我现在这样看了 Vin Diesel Feel 至于这个座椅部分呢 它是一个布料的材质 然后老实讲如果你问我的话 看到它我想到了 Prodo Axia 但是这个头部空间讲真的 非常非常的好 空间感十足 至于在安全备备部分呢 我国的这个官方版 Genie 啊 它是有两个安全气囊 ABS EBD BA 这些 然后是没有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啦 缺席 YAM 工具 OK So 我们接下来继续体验一下后座 我还蛮好奇这台车的后座 空间表现是如何 大家其实这个上后座的动作是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它的这个车顶啊 你看 我可以站这里 OK So 其实上下车是很容易的 那 空间部分我先坐过来这个 前方是我标准座子啦 OK 坐过来 我的这个身高依旧是168cm 然后腿部空间其实没有顶脚 是刚刚好的 前方的这个座位啊 它的腿部空间其实很够很够的 来到后部 我觉得其实也OK啦 只是说这个腿部支撑稍微比较不足而已 但是头部空间依旧是非常的好 真的是很宽的感觉 加上它的这个头枕啊 还可以调整 So 我没有局促感讲真的 诶 老实说啦 这样子坐在后面 我看到这满满的这种 JDM Style 然后还有这些很原始的风格 还有它这些 真的是很有机械感 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光 然后我发现这台车虽然没有中央扶手箱 可是它这里中间有两个杯架很深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给你放手机的地方 还蛮适用的 这个引擎盖设计 真的是满满的吉普位 而且有点像大G哦 打开这个引擎盖 OK啦 里面有点可爱 So 这个日式吉普车 它搭载的是一具1.5公升的自然精气引擎 并搭配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听到这个配置告诉你什么 林北很奈 而且不带会快 那同时我还注意到的是它的这个引擎的所有的布置啊 构造方面都是很简单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开它进山越野的话呢 如果有什么东西坏的话 其实 全部都是触手可及 而且很容易更换 包括这个电池 真的是非常方便 这样轻的车重 加上它还有这个4L 也就是低速四驱档位 能够进一步放大它的扭力 老实说引擎的纸上数据 在这台车身上反而是不重要 我觉得130Nm在这台车身上 它其实反而是刚刚好 在越野的时候呢 并不会造成扭力过大而打滑的问题 讲到通过性 这一辆车它的这个离地间隙 达到了210mm 而且越野车不讲这个而已 还有这个 前方的离去角度为37度 而后方则有一个45度 重点是 这台车的轴距只有2250mm 非常的短 所以在那些极端的路段的时候啊 这一段 它的这个通过性是更加的好的 在这个越野地形上我觉得 短小惊悍的它就好像做yoga这样 你过得去的地方 它一定过得去 它过得去的地方 你未必过得去哦 这台小可爱还有一个卖点就是 它采用的是一个非常再次车身的设计 也就是像皮杆那样 底盘大梁还有车身是分开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它的这个底盘大梁非常的solid 在你挑战越野地形的时候 车身不会那么容易歪 加上它的悬挂方面 它前后都采用了这个 3-link rigid axle 固定轴旋架的设计 这个东西啊 在我们的普通车来讲啊 是chip 因为它不是独立性的 所以不够舒服 可是来到越野车上面 这样一个非独立 而且又是实行的设计呢 它就有一个好处 它不容易弯 而且这样的设计 一旦遇到一侧被压到顶端的时候呢 因为物理的关系 另外一侧它绝对是咬住地面的 保证了抓地性 花17 万买这一台车 如果你觉得贵的话 我只能说你格局还没到 因为这台车不靠性价比吃饭 买它的人 看重的不是它的什么配备啊 几个 airbag 等等的 而是它的整个package 买它 算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你开出去就是帅 而且这里的销售员刚刚告诉我 他们从4月开始 Open Booking 到现在 已经记得了千多张的单 重点是日本的原厂那里呢 也没有货分过来这里 他们到现在只收到4辆限车 而且后车期方面呢 你现在订的话 你等最少4到6个月或以上 顺便告诉你 印尼那边 这台车的后车期是4年 哇 洋工具 孩子都上幼稚间的哦 其实买这台车呢 你不只买到一个 潮流的形象啊 你还买到它真正的越野实力 同时 你还买了一个情怀 现在啊 情怀有无价 这台车我告诉你 你现在卖出去 真的是会升值的哦 而且很多人讲 这台车的性能 不怎么样 老实讲啦 会看上这台车的人 家里可能有其他的性能车了 这个对他来讲只是一个玩具 就好像那个洗车佬 他就跟我讲嘛 他想买这辆车给他的儿子 要开出去带一步 他讲这辆车 哇 又这样高 不用怕淹水 又安全 然后过盾 飞盾 什么都不用怕 动力方面 又不可以开太快 而且洗车佬本身 还可以嫁出去演一下 带老婆去拍拖 我真的是很厉害算啊 OK 好啦 今天这个特别的新车介绍影片 也是时候结束了 大家觉得 洗车佬应该买这台车吗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应该选什么颜色呢 选这个比较 比较老的颜色 还是像我这样青春活力的这个黄色呢 留言啊 OK 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